好繼續我們帶您看到這銀行風暴 之前在歐美 大家覺得是不是已經大致上拆彈成功 怎麼又跑出來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其實應該說是過去的事件 現在來調查 怎麼個調查 最近法國還有加上了德國 他們共同去搜索了五家都是大銀行 他們要抓的叫跨國的稅務詐欺 而且這個案件之大 是連德國目前的他們的一個總理 消資都捲進去了 好我們來看到哪幾個銀行被抓 被這個調查 我們來看都大銀行 法國巴黎銀行 然後還有法國巴黎銀行的子公司埃克桑 法國新業銀行 法國外貿銀行 英國的匯豐銀行 每一家都是不得了的超級知名的大銀行 好然後他們整個稅務詐欺 涉案金額更驚人 總共高達一千四百億歐元 如果合台幣的話 這個叫做四點六兆 這麼多錢 騙政府的錢 好了 那當然啦 這個他們這個涉案人員說 沒有我合法截稅 但是呢 這些政府說 每一會兒你在騙我政府的退稅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傑民哥 好那我們知道 基本上來說 在這個歐洲這樣子 就是你的 有鼓勵發放的時候 基本上政府抽25%的稅金 剩下的這個75%呢 他就留在你的銀行裡面 你從銀行裡提款 這樣那銀行也幫你保留25%的稅金 但是呢 他們發現一件事情 比如說你今天假設客戶 他是來自於愛爾蘭 愛爾蘭的客戶的稅金 可能稅率就比較低 他是外國的稅金 可能就不到25%了 也許就20%更低 好了 他就可以退稅 對他就可以退稅 那你說真的就退一筆就好 不是 他們又利用所謂的這個時間差 就是同時間買方跟賣方再次申購 所以突然間砰一聲 就同一個配息會有兩個投資人 這個聽起來在台灣是不可思議 這個事情在歐洲竟然會發生 所以這兩個人就說 我都有這個可以退稅 所以他們都同時去申請退稅 那就這樣晃了20年了 其實我們這樣講 最早是發生在德國 德國在2012年的時候 已經發生到事情不對勁了 他拖到2016年才跟其他歐洲國家 說有這麼回事 那這些國家一直拖到現在 才發生事情大條了 我覺得歐洲政府很奇怪 好了 那所以換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這些事情當然就會越演越烈 那當然這裡面其實是有故事的 這個叫做溫度18度的飯店的故事 什麼叫溫度18度 他說事實上你知道這個案子 早在2012年以前就引發了 大概有差不多應該說有6個國家 然後應該有12個國家 19個媒體跟37個記者注意到 也就是說整個歐洲12個國家裡面 都有注意到這個事情是有鬼的 你知道媒體都知道了 記者也知道了 就只有政府不知道 那當然有兩個記者 他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就假扮自己是貴公子 就是那種家裡很有錢 然後約在一個知名的大飯店 那種五星級飯店 然後他把溫度調到18度 因為怕緊張 到時候出汗的時候 會被這個股票的經濟商 也發現到你們是假的這個有錢人 然後他們裝扮 就是裝扮一副很有錢的事情 就是說國不來一個年輕的經濟人 就進來了 然後進來的時候 他就說現在的國際情勢如何 就跟他扯東扯西 那兩個記者也按耐著 就聽他講完之後 其中一個記者 就偽裝成有錢人的記者就說 你到底可以幫我結稅嗎 然後接下來被錄音了 這個年輕的記者就說一句話說 年輕的這個股票經紀人就說 是的 我可以 被錄下來 所以這事情就爆發了 但是你說這個只有單純這件事 沒有 最近蕭茲很忙 蕭茲要負責烏克蘭的事情 也要負責美國的事情 還要負責中國的事情 現在要負責自己的事情 我們知道其實蕭茲曾經是 蕭茲也捲進了這樣的一個 跨國的大逃稅 大騙稅的一個事件 人家是總理 對 他總理 他總理 好這事情是怎麼回事 事實上他在2011年到2018年的時候 他曾經擔任過漢堡市的市長 那在漢堡市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銀行叫做華寶銀行 華寶銀行是投資銀行 它其實背後是瑞士銀行 有收過它 所以華寶銀行在當地 該有這個 是包括美國 英國還有德國 都是一家很著名的投資銀行 那麼他牽扯到當時 他在安排叫做抗交易 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買賣同時間 然後還有外資的這個 就是境外的交易 然後他牽扯到4700萬 歐元的一個年度的退稅金額 所以就透過這個顧問 就安排了消資 過去總共在2016年到2017年 短短這兩年之內 跟這個我們說的華寶銀行的高層 開了三次會議 好 那談判嘛 你錢給我啊 應該這麼說嘛 結果事後結果是怎樣 你知道嗎 這4700萬歐元不用付了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就不用付了 所以是消資從中這個 那消資說 我不記得 我不記得 我不記得那太遙遠 我不記得我跟他們講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被傳喚了三次 就為了這個案子 但是問題來了 他們去搜索他們的金庫的時候 發現裡面有現金 而且現金是來自於華寶銀行 現金你就要說話了 所以現在消資好像有開始 回憶這個思考 但問題是消資很可能 很難過這一關 為什麼 因為其中最關鍵的 就是那個稅務律師 叫Hunner Bergen 他已經承認了 承認說 他確實是扮演著中間人 替這個華寶銀行跟他割戶 就做了這4700萬歐元的 一個退稅計畫 而這個計畫是不存在 他們是康康交易 他們是真的是用假借人頭 來做這樣的一個交易 好了 那回來一件事情 那消資到底逃得掉 逃不掉呢 這國外記者是很猛的 有一個記者叫做 可能現在消資 想到這記者眼淚都要流出來 他叫Shrom Shrom他特別去寫一篇文章 叫做消資的文件 總理金錢權利 就談一句話說 他意思說 這種所謂的康康交易 絕對不是一個普通交易 他背後一定有政治人物介入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的消資 這個可以說他這個身陷 這樣的一個醜聞當中 到底他有沒有真正在做這樣的銀行 這樣一個騙稅的過程當中 他這個遮天 一手遮天 有沒有可能當時他是市長嗎 有沒有可能就輕輕放過 那現在他正在被調查當中 已經被傳換三次了 會不會影響到他總理大位 我們再來觀察 好 那麼但是呢 剛剛提到了 其實消資也不斷在努力的 就是俄乌什麼時候 可以趕快恢復和平啊 我們來看現在要打中國牌啊 這個澤倫斯基已經發話了 他說我就在這裡 我waiting for you 他要等誰呢 他說習近平主席啊 我們一年都沒聯絡了 我至今還在這裡等你 你要不要來烏克蘭看看我啊 但是呢 他發出了邀請 我們來看中國方面說 我們就是這個 沒有任何訊息可以提供給你啊 也不予置評啦 那到底呢 這個習近平要不要出手 來好好的瞧一瞧 惡物的戰事呢 不曉得 但是呢 目前為止啊 這個惡物戰場上 還是一樣持續的在激戰當中 我們來問問紀文哥 這個澤倫斯基最近 為什麼挑在這個時機點 向中國發出邀請 其實澤倫斯基在等 我們也在等 特別我們都知道 一個多禮拜前 這個習近平訪問莫斯科嘛 訪問了三天 雙方簽署了很多合作的協議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按照大陸官方的一個說法 就是我們中國要做 烏厄戰爭的一個調忍 過去這個普丁已經說 我覺得這個12點 你們中國的態度不錯啊 我接受 我願意請你來購合 對 那這個中國官方也說 接下來我們要和 責倫斯基進行一個視訊會議 我們來商討 如何解決這場戰爭 但到現在為止 我們好像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視訊會議 對 我認為國際的媒體 還有歐洲國家主要領導人 也都在等 你什麼時候踏出這一步 這天責倫斯基說了 更絕 他說我還向中國方面 發出邀請 習近平可以的話 可以來基辅訪問 我們面對面 可以針對這個問題 好好談一談 但很可惜 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 中國的外交部 對相關的訊息來講 他只說了一句官話 就是我們沒有進一步訊息 可以披露 因此我大膽的推測 中國官方應該還是在 跟烏克蘭方面在喬一些事 起至少要有一個基本的眉目 否則的話 你視訊會議談了半天 這個沒有任何進展結果 那只會變成國際一個笑話 因此我認為台面下的水 應該滿深的 他們進行這個密集的磋商 但同時間你看到了 這個戰場上還是在持續 最近有一件事情 一直被形容說叫做打臉了 這個習近平為什麼 因為就在他們兩個 習近平跟普丁見完面之後 習近平回中國 然後你就看到了 這個普丁就宣布說 我要去白俄羅斯 弄一個戰術核武 大家就說 那不是說和平大使來了 我們應該要稍微的 至少要降溫一點 結果沒有 還是互相炸來炸去 對 至於講的沒錯 我們看這幾天的烏爾戰場 其實還是雙方 這個你來我往 互相捅刀子 那包括這幾天 烏軍的海馬斯 這個系統又發威了 比如說前幾天 他把梅利托波爾整個電網炸了一遍 造成大幅的停電 大家就覺得 這個打對方的電力設施 過去不是俄軍常用的嗎 對烏克蘭全境 進行電網的大破壞 常常什麼基輔 塔可夫重要的城市停電 現在換烏東地區也有 至少海馬斯的戰果還不止如此 他前幾天還打了 這個頓內茨克斯 一個俄軍的司令部 結果造成俄軍重大的傷亡 保守的估計 有十幾名俄軍當場陣亡 還有六十幾名士兵官兵受傷 那當時針對海馬斯 俄軍這幾天也公佈一個戰果 他說海馬斯發射的這種 陸基的小口徑 這種倒影火箭彈被我攔截 這是我第一次打下 這麼機密的東西 我為大家科普一下 海馬斯主要是發射 所謂的多管火箭 但美國在二月中旬的時候 他宣布 我為了讓海馬斯威力更強 我供應所謂的陸基小口徑彈 這個彈說起來很特別 它本來是空用的戰轟機 發射的一種智慧導引的彈藥 但經過改裝以後 它可以用在海馬斯上面 有什麼好處呢 海馬斯本來的導引火箭 它可以打大概90公里最多 它發射這種小口徑彈藥以後 它的射程高達150公里 就可以打得更遠 而且打得更準 這對俄國來講 是一個非常麻煩 俄軍這次宣稱 我已經打下第一枚 是不是未來能打下更多枚 或有效對抗 這個大家等著來看 但是俄國事實上不只在戰場 其實它在很多動作上面 其實它顯示一個強硬的態度 比如這幾天 大家沸沸揚揚的就是 俄軍要在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 歐洲主要國家包括烏格蘭 對於白俄的口誅筆伐 說你是主權獨立國家 你要硬起來 你怎麼能和俄國捆綁在一起 但是白俄羅斯昨天已經證實了 我確實我要讓俄軍的戰術核武要進駐 而且除了這個之外 俄羅斯國防部這集還公開一個訊息就是 它的雅爾斯陸基彈道飛彈系統 它進行一個簡單的操演 比如說把它拉出來 做一個攻防相關的演練 演習一下對不對 對 主要是展示它的核武肌肉 這雅爾斯確實也蠻厲害的 包括它的射程一萬一千公里 因此它可以直擊美國 更重要就是這個一型飛彈 它可以搭載四枚分導式彈頭 分導式是什麼意思 對 它就是一次攻擊以後 它的這個 可以打四個目標 對 它的子彈可以獨立出 這個分導的彈頭 攻擊四個不同的目標 這個對於這個反導系統來講 要攔截會增加更多的難度 而且一次打四個目標 可以讓整個核武的實質的破壞力更強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為止 這個任務戰場上最新 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更新 那當然呢 這可能最終還是得要回到 談判桌上解決 那現在大家都在等 中國下一招如何出手 它這個調人要怎麼做 我們再來觀察